彌日文文字幕 妙子 最後一節量子論發が出現光電效應 來這邊先把它重要意義 來把它卸下來 光電效應最重要意義就是證明光具有力含性 你已經不刮爛手袋髒也不用鞋 已經被我們洗腦洗到這樣子 那他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就是说普朗克告诉你,空腔中的这些带电粒子就是我们所谓的正质,空腔中这些带电粒子的振动就是所谓的正质,这些正质的能量是量子化,普朗克当时提出来的是正质的能量量子化, 然后其实后来埃斯坦告诉我们说,其实并不是正质的能量量子化,应该是电磁波本身就是量子化,所以你才会造成正质的能量量子化,就像说来你今天赚钱,你在赚钱的时候来丢老板给你清水,一定是给一块的整数倍,这就是电磁波嘛,然后再来你在花钱的时候,也一定是花一块的什么,整数倍, 请问一下你如果既然你赚钱一定是一块的整数倍,花钱一定是一块的整数倍,所以你身上财产也一定是什么,一块的整数倍,这是反过的,我不太清楚你们了解我强调意思吗,普朗克是告诉你,我身上财钱是一块整数倍,所以我在花钱赚钱都是一块整数倍,但是埃斯坦告诉我来不是这样,其实比较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因为我赚钱花钱都是一块钱的整数倍,所以才造成我正值,我的财产是一块整数倍,好,那不过, 这个因果反而对你来讲第一可能也不是那么大,好,好,来我们看看一下,来关键效应的发现,嗯,那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因为这其实我在上学题目有稍微提一下下,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来几个关键人物,好,第一个其实是看到这个现象的是赫兹,赫兹1887米的时候, 但是你们都知道特赫其实忙着在做什么实验,电磁波,有没有,他1888年是不是发射电磁波了,好,所以他当时看到这样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其实我上学跟大家讲就是光照射金属,金属产生什么,电磁,是不是的现象,就叫光电效应,那他看到这个现象可是他没有再继续研究, 所以后来研究很多的人,哇,这其实还得了蛮多,是近年,中间有些人研究,但是研究没有雷纳这么透彻,所以1902年雷纳发表了他一些实验,而且雷纳就是我跟在这个礼拜一直在跟你讲的,很多人都在做研究,很多人在研究阴体射线,为什么汤姆森会发现电磁,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所谓的气力方面阴体射线, 为什么伦琴会发现免射线,那这也是一样,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他是所谓的光电效应,可是为什么最后是赫兹,赫兹,不不不赫兹对不起,是雷纳,为什么我们在研究雷纳的事情,因为他设计了一些很有名的实验,然后得到了一些性质,好,所以后来雷纳拿到诺贝尔架,雷纳拿到诺贝尔架,好,那解释他的人是阿易斯海,这个是实验,雷纳是实验的, 贺赫兹是实验,好,阿易斯海,26岁1905年,他提出理论解释,你如果有我之前发的,欸我那时候不是有发奖意给你们,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配合你们来看,我这,我现在有发奖意给你们, 我现在就不再拿出那种语言来讲,我那时候是用语言来讲,好,不过你们都知道,阿易斯海提出来的理论之后,那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人想要反驳他,然后呢就去做实验,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混合,对不对,那是谁,命令团,好,命令团在1916年,他做了他来,他再度的实验,实验做什么呢,实验确认了阿易斯海的理论正确, 阿易斯海的理论是用来解释,解释雷纳的实验结果,阿易斯海的理论是用来解释,好,把这些话文我们下次再说,好,来,18第12号,1887年赫兹首次以火荒放电的实验,证明这边, 不过他当时其实他在这边就看到,手是看到,那个所谓的光电效应,好,来,下面,后来除了赫兹之外,也有别人,来,别人是谁,这个叫,霍尔伐克斯,这什么都逼个人带手,好,他用紫外光照射星板,发现星板带阵电,似乎可以利用光照的方式,好,这是紫光照,不是黄光照, 学到,学到光电效应就知道黄光照有没有什么用,他很悲惨,每年到这时候就知道黄光照有没有用,好,光照方式可以让金属带电的彩色,可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你看,大家有做这个,可是为什么最后,陈敏的是雷纳,为什么最后是拿雷纳,然后弄雷纳,第几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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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光电效应,来,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了光具有力图性,然后图兰克跟安因斯兰,对于那个,那个HNU的警示,我刚刚也讲过,然后他们整个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在这边稍微注目一下,稍微注目一下,好,然后,那时候有跟大家讲,来,其实这个所谓的,福尔巴克斯,来这位,他也有做出所谓的光电效应,那,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在做,因为当时已经看到, 这现象,已经很多人,然后开始做实验了很多人,为什么最后,刘敏是雷娜,雷娜后来也拿到诺贝尔,就安因斯兰确认之后,他也拿到诺贝尔,好,为什么是这样,那这其实我在近代物理,讲了好几个,好几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告诉你,他都有抓到那个关键,他有做到特别的地方,所以同学要知道,他特别的地方在哪边,好,所以来,现在评同一点,翻过来,来,158,好,首先来,我们先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 光电效应,好,这几点问题都没有,来就是,第三行,由于光的照射基础表面,然后你是为了电子跑出来,跑出来电子叫光电子,把光电子收集起来,新层电子叫光电油,这样的现象就叫光电效应,这样现象就叫光电效应,你不要再背后面一个大堆,后面那些 是跟光电效应相关的实验,但光电效应是怎样,那其实要把光电子挡出来,这个其实非常的容易想象,同学因为那种金属表面都有电子嘛,对不对,那你要把电子挡出去,其实就是要给他什么,能量,那只不过这边是用光照的方式产生了一条,请问一下,那请问我可不可以不用光照的方式才能,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把电子挡出去,其实刚刚这个意思就是我用光电效应, 来提供能量,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提供能量,可以,我们在前面讲过,来,有人用军用军,我们猜不久,用什么方式来提供能量,记不记得乌石灯,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阴景射见那个影片看的时候,好,我先把那个小灯泡前面加热,加热之后,那个电子的浪能量就会发射出去,所以你给它热也好,给它光也好,如果可以把电子挡出去,其实这个都是很容易见到的,那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见到,然后它就是, 還有那麼多特別的實驗結果 所以這拉特別的地方 好,所以我們現在 好,那之前也有跟大家講過 它的應用其實一百多年過去了 來,它的應用 之前也有跟大家講 來,數位相機,一個CCD 這可以講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革命 還有,或者是太陽冷電池 反正你大概想到 可以把光變成電 把光的訊號變成電的訊號 大概就跟光面效應有關 我們已經把光的訊號變成電的訊號了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個實驗 好,關鍵人物是1902年,蕾娜 好,一樣 我們現在來介紹它的實驗裝置圖 這個實驗裝置圖之前也有看過 那我們在這個這一章裡面 已經看過太多實驗裝置圖了 我不太清楚,你看到每一個圖 能不能立刻變補出來它是什麼 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幾乎每個實驗圖都有的真空管對不對 幾乎都有,幾乎都有 好,這邊第一個圖還是需要真空管 因為我們從法得到的產生了電子 我們希望它可以順利抵達這個收集意直 這等一下我也寫,收集意直 如果你這邊的氣體太多 電子會跟它作用 不見得可以順利抵達 就算順利抵達 還是對不起 順利抵達 因為它中間跟別的分子有作用 所以已經不是從這邊出現那個電子的本性已經被改變 我們現在希望是收集到這邊光片效應 產生電子的它的本性知道嗎 如果你要跟別人作用 那你兩道就不是它真正的那個光電子的性質 好 所以來必須這邊第一個是這通管 來第二個要用光來照塑射光 其實當年用的是紫外光 那後來當然不同金屬都用 可以用不同光照可以來產生 好來第三個 產生光電子的來這個T 這個T的話是一個金屬 它是金屬板 那有時候會叫光電面 就是發生光電效應的表面 如果之前那個獎益叫在機屬的時候 再看那邊就可以了 好不過再燒一燒我覺得你還好吧 就再進去聽來 最後 從光電面產生的電子叫光電子 到這邊為止 雷納並沒有特點的地方 跟別人做的都一樣 別人做的都一樣 好 然後來這個C是什麼呢 來這個5 來C這叫collector 來就是收集幾或幾幾 收集幾 把光電子收集起來 那收集起來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來要利用維安劑 來這兩個 而且來它這個畫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來光電子這樣子流 所以來光電流是往這方向 所以這方向不一樣 好 來這兩個 來這邊就是光電流 好 好 雷納的關鍵設計是七雷劑 可變電壓圓 那個上面這個輻射劑只是量電壓 這個輻射劑只是量電壓 所以關鍵是這個 那這個電壓圓 來大家看看畫一個這個尖頭大小是可變 它可變 除了大小可變 除了大小可以被改變之外 最重要是正部可以被改變 正部 意思就是說 這個 來這個C跟這個T 金屬法 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兩邊有一個是在T 一個是在C 那C的這個地方是合正合部 那應該很容易可以講話 如果這邊接正極的時候 這邊如果接正極來電子是被加速 來減速 這邊正極還是會被加速 如果負極就會被減速 所以這邊 如果 如果 來正向 我們講說正向電壓的時候 來正向電壓來 它就是用來加速電子 好 如果反向或者是印象電壓的時候 來它是用來減速電子 好 課本下面這邊 來我們就可以有剛剛的1234567 把它寫一寫 來第一個真空管 來後面來第二個紫外光 就有了 我的水位跳下去 來再來 照到金屬法 照到電屬法 好 第四個 金屬法放出電池 好 第五個 有個收集集 把電池收集起來 第六個 平成光電流 最重要十七 透過連接 來調整連接 兩個電子 雞胺C的可變電壓源 來這可變電壓源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進來可以調到電子運動的最大速度 電子的最大速度 電子的最大速度 好 這個我上次也沒有去過這樣的例子 然後我看清楚你聽不聽 那不忘記我頭忘記我頭 我再講一次 好 今天是像這樣 來一看 電子有一個動能 來這邊有個速度 來這樣衝過去 對不對 那你衝過去的話 這邊如果是負的 就是反向電壓 所以一來是不是就會減速它 那老師這邊的話 最主要是電位能 那我就利用這個 上次有講過這個 你記得嗎 如果我現在這邊 來有個動能這樣過來 那我現在 如果說這塊板子 那動能如果夠大 是不是就會打到這塊板子 那我就想要 那我就想要 因為這邊打出來的動能 可能譬如說有一些球 假設我發射乒乓球 這樣發射出來 那有的動能大 有的動能很小 所以我如果這樣的話 來就打不到 所以我就打到 我就代表說 欸我的這邊的位能 因為我知道上次的時候 動能是會變位能 好 代表我的這個位能 比它最大動能是還要小 於是我就再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之後來 這時候可能吃牌的例子會過來 可是大家應該知道 來請問一下 拉高一點之後來 打到這邊板子的 的例子應該會比剛剛的 還要多還要少 越高是越少 好 這越高越少有一點像怎樣 越高越少 於是電子過來是越來越少 不光電流就會怎樣 減少 好等到 所以我就慢慢增加增加 增加到 因為我剛剛講來增加到 做了連最大動能的都打不到 好連最大動能的都過不來 那這時候不光電流就是多少 這個你很難想像 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已經設計了一個實驗 我竟然看這兩邊是零 我就可以養住這邊的最大動能 大家知道嗎 譬如說我那乒乓球 那乒乓球出來 我就養不到它的速度 可是我只要拿一塊板子 注意喔 你看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喔 我不用去看那一大堆打出來的 乒乓球輸入是怎樣 我只要拿一塊板子 看它最後最高是打到哪邊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它的動能喔 好所以這個實驗帽 它設計非常非常的巧妙 你怎麼看這邊 來第二個 好當電極C是第一件位 就是褲層胖 好TC之間是一個反向電壓 這個反向電壓會阻止光電子運動 然後會讓光電流變小 那等到光電流完全變成頂了之後 來這一個我們叫做二子 二子電位 好符號是VS 但是你如果看一些參考書 或者是別的教材 好有的會叫截止 截止電壓 好意思一樣 二子電位 截止電壓 二子電位是現在正式的翻譯的名字 那截止電壓是之前有時候常常用的 好當你把電壓慢慢慢慢增加 反向電壓慢慢增加 反向電壓慢慢增加 就像我們剛剛講來板子越來越大 那我們之前講過嘛 來先把這邊寫下來 來看看 好反向電壓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到光電流失禮 等到光電流失禮的時候 來這時候電壓叫做二子電位 這個電壓是VS 那麼它暗示的就是連最大動能 來KMESIMA 這電子都過不去 都無法抵達C 都無法抵達C 那老師剛剛跟你講 來如果是往這樣子走 無法抵達上面這塊板子的時候 你可以想來它的最大動能 比如說這邊最大動能 好這邊完全變成電位 重力位能是MGH 有不重力位能是MGH 說是我的例子是這樣 好那如果現在是變成電位能 同學應該知道 來一個電那個Q 它如果它V是VS的話 它其實電子這樣的話 會增加電位能就多少 它如果來一個Q然後V的話 來它增加電位能是什麼 QV嘛 是不是 所以重力位能是MGH 那如果是電位能的話 就是QV 所以來看喔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這樣無法過來的時候 來代表我三家的電位呢 來這個EVS就是QV 好這時候應該剛好等於光電子 原來具有的最大動能 所以來這邊到二 光電子 這就是雷納設計巧妙之處 它竟然可以透過這樣量出光電子的最大動 你喜歡這個 我的同學還是沒有感覺 我問你們一下 這個最大動能 或者是電子的速度 請問一下這種是圍觀的 還是巨觀的 一個電子的最大動能 還是這是圍觀巨觀的 你看得到嗎 請問一下那個光電產 那電子是不是蜜力一大堆 完全看不到 你什麼通通都不知道 結果你看 結果你說什麼通通都看不到 結果我進來 可以通過輻射器上面那個 還有那個光電子是零的時候 還有那個二子電位 VS 如果VS是多少 來這邊是不是就可以量出來 這一個 一點都不覺得它很神奇嗎 蛤 沒有感覺嗎 這一個厲害 這邊是完全是微觀的 特爾邊 VS是一個巨觀的 還是沒有感覺 還是沒有感覺 就像你看 你完全看不見 摸不見的一個東西 但是竟然透過輻射器 VS是輻射器上面的輸數嗎 是不是 然後結果告訴你 來它要動你的作者 我跟你講 來這邊的計算還非常簡單 請同學注意 K-Meshima等於1VS 如果我今天這個VS 來我這個VS 如果是3伏特 那最高的重能就是多少 來告訴我才不算 來1的話是1.6乘以10的5-19 來這邊的話乘以3 來就只要乘以10 大概叫做什麼 1.6乘以10的5-19 再乘以3伏特 來是什麼 多成叫做什麼 交耳 是不是交耳 好 但是我們在這邊其實 交耳在微觀世界都太大了 我們就不會用這樣 而且以後也不用算 以後你就知道 來這兩邊如果是3伏特 請問一下 來就是多少電子伏特 是3 5-19 意思就是說 我在那邊調整 調整那個可樂電壓 調3伏特 Walking 那就暗示 那個電子的最大重能 就是三個什麼 電子伏特 那你們調到2 老師這個數字是差不多的喔 我們那個差不多是幾次特 那個二子電位就差不多是幾次特 好我說調到2.8 那我的最大重能 就是要打2.8變成 所以這個就是他非常厲害的計畫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他就告訴你 這個式子就是在描述 原本具有最大速度的例子 他動能全部都變成電位能 你如果電位能不夠了解 就想講 N2就是MV 然後變NGH這個半律 老師就這個命中 好 那如果說可以了解來電位能就是QV 那因為全部變成他了 所以再也抵達過 就過不到C級 所以光電就是不確定 光電不是A 所以來這個式子就是告訴你 用D S 可以兩度 K 用D S 如果你知道說 要怎麼做實驗 知道嗎 就我今天如果要考驗 我要怎麼做實驗 他都是微觀 都會量不到 那具管怎麼 然後再來 來正式這邊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他的實驗結果 來實驗結果部分 大家倒是熟悉 來 雷娜 來做實驗分別是這樣子 第一個 就是有所謂的截止 截止頻率 截止頻率 照射光的頻率要大於某一個特定值 U0 還才可以產生光電流 這個最遠的頻率叫做截止頻率 或者 如果說的話 看到一些數號叫底線頻率 好 好 那既然有頻率 來光的話就有對應一個波長叫截止波長 好 來他們的關係當然齁 當然齁 當然還是複合 來讓打零 當然就等於C除以Nu0 如果變直或刺激 好 來這個的話 課本沒有畫這個圖 來這個圖就是我們之前有畫圖 大家看 來這個縱軸呢 是光電流 橫軸齒光的頻率 好 你如果改變不同頻率的時候 來出現 沒有通過的頻率 黑產人光電流的最低頻率 來這邊就是Nu0 來這邊橫軸的結局 這邊就是Nu0 要大於這邊才會產生 好 好 那這個頻率 好 這個頻率 那個 雷納發現 來這個頻率跟金屬有關 你照的金屬不一樣 那這個頻率就會不一樣 畫圖就會不一樣 好 但真正的關鍵在下面 那這個是高一 我們去再強調這個 強調這個 如果你今天光 頻率比較低 就像我們跟你講 對不對 這個如果你的頂尖頻率 是黃綠光 因為黃光照在酒 有用嗎 好 來黃光照在酒 有用嗎 沒有 是不是 黃光照在酒 有用嗎 一樣都沒有 好來就在這邊 好來照射光的頻率 如果小魚湯 小魚湯 光在牆照在酒 都不會產生 光在牆照在酒 都不會產生 好 反過來 若你大魚 來綠光的頻率 譬如說藍光 好 那你找很弱很弱的藍光 一點點很弱很弱 來只要大魚湯 其實很弱很弱 然後也可以地獄 掌聲開關鍵這個地獄 有人記得老師之前舉了這個例子嗎 我一隻米賣八塊 一隻米賣八塊 請問一下 你五塊拿給他來 買 買不到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拿兩個五塊買得到嗎 不好意思 這個書局老闆很古怪 你拿兩個五塊 買不到 忘記了嗎 因為他賣一隻米 一次他只收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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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拿一百個五塊買得到嗎 這個買不到嗎 這個叫做 光在牆也沒有用 其實我已經在稍微解釋 用來自然就在解釋 請問一下 趙帶酒 你拿一百個五塊 在書局老闆的面前 跟他撸很久很久 來我給一百個五塊給你 賣我一隻八塊錢 比給我 來賣 賣不賣 撸帶酒有沒有 沒有用 賣 可是 這時候你拿一個十塊錢給他 賣不賣 賣 而且立即賣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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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產生光念 來 這樣瞭解嗎 好 那你不要說老實 如果有這樣的書局老闆 為什麼如果不會賺錢 為什麼怎樣 不用管他 這就是近代的 這樣子問到你 比方 好 所以為什麼之前想不到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一個古怪的老闆 對不對 好來第三個 一跟二是有點像 好第三個是這邊 還是這樣 看本這個圖 好 好這個圖呢 是這樣子 來他這二邊的話是 兩個是相同頻率的光 相同頻率的光 但是強度不同 一個強度大 一個強度小 好 這個有兩個實驗結果 一個實驗結果是這個 來這個的話是電壓 就是外加的電壓 在這邊是正向的 來 往右的話 正向電壓就是加速 往這邊是反向電壓 就是減速 好 那你如果給他加速的話 來當然沒問題 電壓越來越大 來電子是越來越強 但是這個院電子沒有辦法 不限量化這個規律 是不是 只有兩個動作 大概都會達到一個保和 好 所以達到保和之後 來大家可以看到 來強度大的 來產生的光電子更大 這個倒是ok 這個用古簡來解釋 是不是還蠻容易想像的 光比較強 得到的電子是不是越來越大 來這沒問題 好 問題在這個 這個叫逆向電壓 逆向電壓 結果大家看一下 來這逆向電壓 請問一下 這兩個不一樣 來這指怎樣 是不是一樣 可是我們如果用我們 辨識過想法來想 請問一下照道來講 光比較強 打出去的時候 電子動能應該比較怎樣 先讓鬼想想 來光比較強 照道來的電子動能應該比較大 那電子動能大 請問一下二子電位 就要比較 我們剛剛講過二子電位 是不是用來量最大動能的 所以光如果強 動能大 動能大 二子電位應該要大 可數 哈囉 請問一下二子電位有沒有關係 哈囉 二子電位是不是都一樣 二子電位一樣 暗示他們最大動能 一樣 所以最大動能跟光強 好強喔 來最大動能跟光強怎樣 不管 好來 那這個是他詭異的地方 來我們把他寫一下 那加油 看他不行了 來第三個 用相同頻率 那前體是已經大於截止 體律就是可以發生 發生光力效應 但不同強度 好 照射同一電極 鐵龍血要把那個 那個便衣弄清楚 來這邊喔 體律要一樣 然後電極要一樣 但關鍵是不同強度 不同強度 來第一個 來三體變的第一個 光電流汗照射光強度 成正不 來這沒問題 人問題的是第二 二子電位和光強無關 這句話暗示 來這句話暗示 我剛剛講話 二子電位就是用來量度 對 來這邊暗示 電子的最大動能 光強 電子的最大動能 燈光強無關 電子的最大動能 電子的最大動能 燈光強無關 嗯 加油一下齁 來我們看看一下這邊 來這邊的 這個意思上了解齁 就是你不要看二子電位 跟這個無關 那 就卡在那邊 他其實暗喊的意思 是不是要對到 夢強的光強無關 好 這邊都OK嗎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解釋 下面這邊 第四個 用光的波動說 好 但是 光的波動說 來這邊解釋 通通就是動物物行齁 好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 所謂光的波動說 裡面光的強度 就用電子波來講齁 光的強度 基本上就是跟政府有關 知道嗎 我的政府是這樣 跟政府是這樣 政府越大 政府越大 就看有光怎樣 越強 這是電子波理論 來光的強度和政府有關 和頻率是沒有關係的 和頻率沒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說光的頻率 來看 來今天光的頻率不管怎麼樣 今天光的頻率不管怎樣 如果我要把 把光把那個 表面電子打出去 是不是能量要夠 那照我來講 能量要夠 只要我這邊政府怎樣 是夠強就可以了 所以照我來講 光強 強是不是都可以了 而且是剛剛講過 如果你今天頻率太低 光再強有沒有 沒有 你給他五塊 就算你給他一百個五塊 給他一萬個五塊 來有沒有用 你看到嗎 來 光 不管光的頻率如何 只要光照得再久 能量可以被冷靜 對不對 你要出去 現在省掉兩位 謝謝 今天剛剛中午的溫度是很高 非常非常熱 那你如果說 今天很熱 幫你出去 站個一秒鐘沒有感覺 可是主要你會站個一小時 有沒有感覺 有啊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非常熱 就是能量是可以被冷靜上去 所以只要照夠久 照照以來講 照照以來講 電子 來電子被速除的時間就夠長 應該可以讓電子得到足夠動能 然後可以形成光電流 或者 同樣的 只要光夠強 只要光夠強 照照時間 過長 也應該都可以形成電流 就夠強 很強很強 但是事實混縮 雷納實驗告訴你 不是 你的頻率如果太低 照在久 光在強 都沒有 好 這些話 又是告訴你 這些就是 你 實驗 一 還有二 好 這邊 你要不要打開一盒而已 就是沒有辦法解釋 好 第二個 就是剛剛講的 你今天如果照到來講 光強一些些 理論上光多強 然後你得到動能也應該怎樣 好 就第二 我們實驗結果三 來這個實驗 結果 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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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二 照到來講 如果光 較強 好 請問一下 光較強得到動能會怎樣 好 請問一下 光較強得到動能會怎樣 好 請問一下 光變得動能大 所以 來 二子驗會會怎樣 大 你誰是大 好 好 就是 實驗結果 怎樣 怎樣 好 所以來這邊 對 好 這邊的國次敘述大概是這樣 提高光的強度 照道理來講 提高光的強度 應該最大動能就要大 提高光的強度照道理來講 光的動能會大 啊 動能大耗子見會就要大 好 來 MH馬大 好 VS就要大 可 試實驗結果 限 4 5 好 限4 5 好 這樣 這邊可以把它打到 所以來 最後就是告訴你 來 這種種的 然後來 這種種的 矛盾告訴你 光電效應沒有辦法用 光的波動 都來 還好嗎 來 看來 你們都不太行 了 那洗臉就自己的趕快去喔 加油 今天準備就把光電效應把他討論完畢 好 好 好 來看 這個土其實是照數 你說 來今天 今天用紅光來照 如果你用很低的 這個就是在解釋剛剛的 你用強度很低的紅光 那如果他低於體現頻率 還對不起 照帶久也沒有用 這個圖告訴你 用紅光 可是用太強 也沒有用 照帶久 再強 都沒有用 然後這就是告訴你 來我這邊用紫光 可是光很 很弱 很弱 它也可以立體感生 高強度 來高強度 也是一樣 來也是一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邊 但是這邊的話 有一件事情是 比較特點的 是說 好 今天強度弱 這邊強度強 可是 請問一下 根據實驗結果 來這兩個出來的電子 動能怎樣 好 怎麼樣 知道嗎 這邊強度弱 這邊強度大 可是出來的電子 動能怎樣 好 這顆就是雷納 他得到一個實驗 實驗結果 然後沒有辦法解釋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下 來安慈坦 安慈坦 首先第一個來跟大家介紹 好 首先 剛剛已經一開始就已經講了 來 他跟那個博朗特 你去稍微有一點那個擴充了 那博朗特的高率是 正的能量是兩次化 大安慈坦的高率 來電子多能量本身是什麼 兩次化 不用記得我上次講的嗎 就說 博朗特是說 來因為我身上的錢 是一塊錢的整部費 所以我在賺的錢 跟光的錢 通通通是一塊錢的什麼 整數費 他自然是說 反過來不對 是 就講說不對 他說他真的原來因果是 因為我賺的錢 跟花的錢 都是一塊錢的整數費 所以我身上的錢 也會是一塊錢的整數費 他就來了解嗎 那賺的錢 花的錢 那就是電磁波 就是紫色 好 就是紫色 所以來捏一個 來場邊的 要不要打一打 敲一敲 敲一敲 快點快點 然後敲一敲 敲一敲 好 我們要講愛資產了 好 好 來 電磁波子有許多光量值 來這光量值後來就是 叫做光值 電磁波子有許多光值 來第二 光值的能量 就是大家常常聽到 一敲一 H Nu 那這個比較實用的 有時候 因為我們比較常常給多長 所以就是 HC 所以辣長 好 那光量值的名詞 這是1905年提出來的 1905年 艾恩斯坦二十六歲 創始 你以為現在 八歲 沒有差 還在17 好 好 沒關係 再幾年 好 1906年來這就叫做 光值 叫做光值 好 第三個 來光值的性質 來光值的能量 來光值的能量 是不可以被切割 它是電磁波的最小能量單位 你剛才講 身上一塊錢 一塊錢再切 沒有用 你就算是你有辦法把它切開 變成一半 還是那樣的錢 也不能夠用 好 這把編號貼好 來 光值的能量不能夠切 好 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要賺點花錢 銀行快點 這幾類 所以原子在放出 或吸收光能量 一定是你整個光值 所以書局老闆要收馬 就收整個五塊 齁 就是這樣 就收整個五塊 所以它能量變化是不連續 好 再來 最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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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地方是下去這邊 剛剛大家還記得嗎 來跟電磁波的理論 來光想是跟什麼有關 他說電磁波的理論 跟什麼 是不是在 好 這邊告訴你 來什麼是光牆呢 光牆就是它的光子數 數 數 好 我們這個日後呢 是不能夠調整牆路 可是家裡有一些牌燈 是不是可以調整牆路 所以你如果說牆路弱一點 就讓光子數目比較少 如果你把它調整 調整就光子數就多了 好 所以來光牆的意思 來光牆的意思 就是代表在光的行進度心上 單位時間 單位結面積的光子數 好 這是我講的 你拿一百個 或者一百個五塊 一千個五塊 還就代表光越來越強 光越來越強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在高音之後沒有提過 我當時稍微提一下 但是講得很快 既然光 它是一種 具有粒子氣 粒子氣的話 就代表它要有動量 它要有動量 它要靠你 它具有粒子氣 所以來 它的動量是什麼呢 才是光子 動量 我們從來沒有去過 來光子動量 P等於PC 這個你也可以把它寫的 就是E等於PC 這個式子也不用再問我說 這是哪邊來 來就是狹義相對論的內容 26歲的阿恩斯坦 那一年除了提出光電效應 還有一天 影響後面最多最多的就是狹義相對論 那這時台狹義相對論 怎麼提出來 當我們的速度 我們在光速的時候 那它的能量的算法是 它們沒有質量 所以你不能用1 2分之1 F1平方 也不能用MV 知道嗎 不能用MV來計算 還是怎樣 但是你剛剛又講了 一個光子能量 E至Hν 來大家看 E至Hν 所以來這邊 C除以ν 不就是讓打 是不是 所以來這邊再寫一下 原來動量 還可以寫成這樣子 除了前面那個話 這兩個一樣重要 在你高中 可能用的更多的是說明誰 P等於H最大 光子的動量 然後光子的動量 P等於H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我稍微好像有到提過 既然光子有動量 請問一下 光子打到我的手 會不會痛 請問一下我拿個石頭 打到你的手 會不會痛 不回答了 你有打打看嗎 還覺得打到手 會不會痛 胃 怎麼會痛 來用一點物理的東西 來告訴我一下 來為什麼你被石頭打到會痛 前面比較辛苦 來為什麼被石頭打到會痛 因為石頭有動量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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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非常無理的人 他有動量 所以他有動量 所以他有動量為什麼就會痛 痛是因為什麼 痛是因為什麼 努力 努力 F等於什麼 動量的 所以你今天正確講法 應該不是說石頭有動量 好像是石頭打過來說 有動量的 變化 那既然光子也有動量 所以來請問他打到我們手 再反彈 來有沒有動量變化 所以來請問他照到也量 來光子打過來 會不會痛 也受理 那這是會不會痛 那個看人啊 搞不好有人被光打過會痛 是不是 好 有啦 你們上次不是做過那個題目 我們都在講過嗎 就是那個太空艙有沒有 有個門是用光去照射 好 來這個叫做 被光子齁 還打到他這個造成的 來這個叫做 光壓 光壓 其實喔 當時光這個來自然提出這個想法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想要色網去量出光壓 因為你如果可以量出光壓 對不對 來這個壓力 老婆就想要這個 主要P是壓力 不是動量 P的話是F除以ΔA 是不是 好 然後那個F的話就是ΔP 再除以ΔP 對不起喔 來左邊的P是壓力 右邊的P是動量 那你如果有辦法去量出來 來他的這個光壓 那是不是就很明確 可以證明光子有動量 就愛自然有這個想法 但他都是理論派 那有人想說我可以脫 可以直接真的量到 光子打過來會痛 或者那個光壓真的可以去 有力量 有力量真的可以去推動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就可以等級 可是剛剛大家的意思就知道 來這個光壓壓非常非常的 這個大概隔了好幾十年 大概五六十年 光壓才能夠 大概五十年左右 光壓才能確定被量到 被量到 當然間接的證據有 可是要很實在地去把他 那天晚上回一段時間 就這樣 好 謝謝 universal 消息 你想 cheating 小 bits 你 他